放水进行时,楼市会不会重演报涨行情? 作者凯丰君放水已经重启7月23日,国务院常务会议,定调要求保持宏观政策稳定。 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坚持,不搞大水漫贯事强刺激,根据形势变化向机域调微调定向调控,稳健货币政策松紧, 适度保持适度融资规模,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,虽说不搞大水漫贯,但意思在明显,不过那就是货币开政,要同时宽松就在同一天。 央行开展5020亿元,一年期的中期借贷便利大额,MAS操作,鉴于当日有1700亿元期天逆回购到期,当日公开市场实现镜头放3320亿元, 再加上7月20日,一行两会发布资管新规细则和理财新规,透露出前面放松的信号,这一系列动作,都毫无疑问,表明政策开始转向,放水成为现在进行时,01放水效应股涨会跌股市,会市已经对放水做出反应, 在股市方面从上周五开始,A股开始反弹,连续三日大涨其中基建股领涨,原因是财政政策要更积极铁攻击,再次成为旧市选项,赞助商链接,赞助商链接,在会市方面人民币汇率继续下行,离岸人民币一度跌破6.84的关口,如果从4月份算起人民币已从6.25,跌到6.841年涨幅基本全部跌进, 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,内部的水太多了,而外部又都在收水,如果没有外汇储备托底,人民币汇率只会越跌越低,02楼市悬念宽货币,VF景楼市唯一的悬念是放水节奏下,楼市会怎样还会重演暴涨行情呢? 从这一波放水的形式来看宽货币,宽财政是主基调尚未提及房地产所谓宽货币解决的,是市场流动性紧张问题,意图是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,而宽财政则是试图刺激基建投资,从而拉动经济显然宽楼市,并不在既定的政策一程之内, 同时货币越放越松,但楼市却越收越紧,紧楼市有持续加码的趋势,其17月至今全国楼市调控,超30次年初,至今超220次调控强度前所未有,今年以来大热币调控成为行政规律,所有还在大涨的城市都迎来了一波接着一波的调控,在传统手段上,各地在传统四线之外叠加了新四线, 除了地方调控之外,中央也开始加大调控力度,6月底住建部,惠同公安部等七部委,开展楼市乱象专项治理行动,北上广深等30成,再列专项行动,建制投机炒房团伙,房地产黑中介,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,虚假房地产广告等四大领域,其二调控开始釜底抽薪,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前面收紧盆改破壁画三四线城市,最后的红利即将耗尽,同时在7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,统计部门发言人表示,要推进房地产税,种种信号说明房地产税的到来, 已经是大概率事件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其三,在楼市领域金融严控,仍未放松6月底国家发改委,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,要求控制企业外债规模,防范外债风险, 毕竟人民币汇率跌跌不休,外债成本陡然增加房企,普遍面临还债压力,同时房企的融资渠道,主要有银行贷款,信托贷款,境内发债,境外发债等方式, 今年以来,银行贷款收紧,信托等表外贷款受资管新规影响大幅收缩,与此同时,随着企业违约案例增多,房企境内发债,屡屡遭遇,终止其次在个人层面首付贷,现金贷,房底贷仍在延后之列,与此同时虽然降准和MAL宽松已有多时,但房贷利率仍在继续上行, 荣360发布的6月全国房贷监测数据显示6月全国手套房,贷款平均利率为5.64%,相当于基准利率1.15亿倍,环比5月上升0.71%为2017年1月以来连续18个月上涨,同比去年6月手套房贷利率4.89%,上升15.34%,同时这一次宽货币和宽财政, 并未对房地产融资做出松绑房企的现金流困境,仍会进一步加剧03暴涨行情会否重演,放水就是加杠杆通过债务扩张,支撑经济稳定楼市,会否重演暴涨行情? 要看两方面的因素,一是货币之水,会否流向房地产市场? 二是居民部门还有没有加干干的空间? 先说第一个问题从政策本身来看,无论是宽货币还是宽财政,都无意刺激房地产。 但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证明,每一次放水货币之水,都会追逐房地产而去,反倒是本来应该倾斜的中小企业。 却屡屡面临融资难的问题,这一次恐怕也难例外货币之水,一定会想方设法流向楼市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,不过与过去不同的,是这一次调控政策前面收紧,监管前面从严,对于楼市的金融管控,仍未放松。 只要监管节奏能够持续,小规模放水对于楼市的影响,更多还只是心理层面。 再说第二个问题,居民部门还有没有加杠杆的空间? 从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GDP来看,2018年我国居民杠杆率已经达到55.1%,百分号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,但要知道,2008年时,居民杠杆率还只有17.9%短短10年时间翻了三倍多。 由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高,所以居民杠杆率有低估债务之嫌。 这方面,可以居民债务收入比作为替代。 以居民债务居民可支配收入测算。 截至2017年年末中国居民杠杆率高达110.9%已经超越美国108.1%,就此而言居民加杠杆的空间同样不足。 经过这一轮暴涨,居民的家庭储备基本消耗带净连消费增速都开始大幅下滑。 要想让居民继续加杠杆,除非降低首付比例,放松现金带首付贷。 否则一切都很难持续零四放水的未来。 所以放水重启,相当于为楼市续命稳定正在摇摆的市场情绪。 不过要想重演2009年和2015年的暴涨效应。 除非马力全开撤掉限购现代的限制,在降转之外开启降息的大杀器,同时撤出对于房企的融资限制。 但这可能性大吗? 要知道,经济体早已有了流动性危机的端倪。 央行放出来的水,在银行系统空转,就是留不到实体经济。 而地方涨幅隐性债务问题,更成为经济的定时炸弹。 宽财政的空间也十分有限。 再加上贸易争端,美国减税加息缩表带来的压力就是放水,又如何?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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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